5%左右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公布了 为什么是这个数 三个原因告诉你 第一 给足信心 预期目标就像一根指挥棒 给大家拼经济的节奏和力度一个引导 去年我国经济受到超预期冲击 最终增长3% 今年目标定在5%左右 高出了不少 信号很明确 推动经济整体好转 有信心 第二 拖住民生 就业 住房 看病 上学 哪个离得开经济增长 去年我国经济总量 首次突破了121万亿元 蛋糕更大了 增长5%左右 也相当可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民生清单 尤其城镇新增就业 加码到1200万人 经济实现了量的合力增长 这些承诺就能更好的兑现 第三 可行性强 最近国际上许多大机构大投行 都将今年我国的增长预期 上调到了5%以上 反映出大家对这事 其实都比较有底了 而且一直以来 我们都没搞大水漫灌 手里还留着不少政策牌可以打 只要没有出现大的黑天鹅 完成预期增长目标 相信没有问题 我们都没搞大水漫灌 我们都没搞大水漫灌 我们都没搞大水漫灌